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你学做人要生心和一样 你身体到底想做什么 跟你的心要一样 现在很多人口是心非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嘴巴里说的不要不要 我够了我够了 自己心里说这么一点点菜 我还没吃饱了 现在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所以一切生和心要合一 自度度他 因为你能够了解别人 你就会度别人 自己也要救度 因为你是实实在在做人 实实在在做事 你就能够帮助了别人 也帮助了自己 然后会达到自利利他 你们想想看 做生意也是的 你自己受利益的 让别人也要赚钱吧 做生意都是互惠的呀 没有专方面赚钱的呀 你如果不想让别人赚钱 你永远赚不到钱 你要想到他能赚多少钱 他肯定会满足了 那你一定会赚到钱 你就想到我不能让他赚钱 我要把他的钱赚过来 这个生意做不成的 所以身心合一 自然可以做到 凡事无事 烦恼的事情啊 就像没有事实法事一样 所以很多有智慧的人 很多凡事 它像没事实法事一样 人家是凡人的 凡得不得了 你到人间来 你能够凡的吗 你做好思想准备 就像我们一个人到人间 我们小时候有个家 中学有个家 中学的家就是宿舍 有的时候走独了 大学有个宿舍了 有个家 很多人成家了 觉得这家可以 这么开心这么得了 一出国就听了 一个留学生到澳大利亚 十五年左右 至少搬家六次 不止哦 所以讲给你们听 到了人间 就做好思想准备 烦的事情不断了 我要怎么样来 正确对待这些烦的事 你结婚了 你就准备好 跟老头子有点吵 你就不会吵了 哎呀反正就这么吵了 那他干嘛了 那有什么好吵了 你就凡事无事 难事无心 不管什么事情 很艰难的事情 不要挂在心中 有什么好难的 过去说困扰向导 老英雄汉 现在我们是说困难 下不到学博人 因为我们有菩萨华佑 我们会念经 永远不要浪费生命 就是不浪费时间 难的事情也会正常的发生 不要这就挂爱 谁愿爱 谁顺 谁愿爱 来了就来了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讲的叫 随愿而安 来了就来了 来了我就平安的去对待他了 有什么办法了 随愿而安 发生了就发生了 怎么办了 把它解决掉的最好了 苦不苦一点了 谁叫你偷人了 这没有办法了 这个世界上 随愿而安 随愿而安 随顺 一切无碍 都不阻碍你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无所谓 都不要阻碍在心中 尊重 尊重菩萨 尊重长辈 尊重学国人 尊重自己的 慈悲心和智慧 你就会保持一种 精进力和加持力 加持力怎么来的 你尊重别人 都会有加持力 你尊重老板 老板对你好了 你是不是觉得很安心 因为你工作 不会被炒鱿鱼 你回到家里 你尊重老婆 你又不当担心 老婆把你炒了 现在很多老婆 把老公一炒就炒掉了 所以学国人第一要尊重 得加持力和精进力 第二要重法 就是对佛法要特别尊重 对法师啊 三宝啊 对菩萨像啊 磕头啊 还有对佛法啊 书啊 学佛啊 要特别特别的重法 那么得智慧力 重法的人得智慧力 尊重别人的加持力 然后还有一个实修 实实在在地修 不要假的 假的没用的 再加了一副念经 假的有什么用的 实修得慈悲力 你去看一个人 如果真正实实在在在 修心的人 他会得到慈悲力量 你去看他学佛萨 一直学到后来 怎么没有慈悲心啊 一个人一直念经修心 你说他怎么会对人家 不慈悲啊 什么事情算一算 而已 算我欠他了 这已经算他的了 好的就说 哎呦他很可怜 他很好 这个人我应该都帮助他 慈悲力量 所以你们要学会实修 有时候人生真的很苦 师父分析给你们听 在人生的苦 它是一层层的 中国传统文化说 只要有一件事情 不顺心来了 你准备好 过一过二 不过三 至少有三件事情 接连来 你们可以想想看 倒霉的时候 一件事情倒霉 接下来又一件事情 怎么最近这么倒霉啊 好 你去讲好了 你嘴巴里再讲 怎么最近这么倒霉了 你不念经 不修心 不想改变 你接下来 过一过二 不过三 三过了之后 好了 三个月之后 又倒霉了 它是一个循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上 叫一层层的刺上你的心 一层层的把苦剥开 你看很多的药 外面有糖衣 糖衣剥掉里面是苦的 你把它切开 更苦 一直是苦的 所以人生很苦 你只要盯着某一件事情 一时觉得很苦 你只要对某一件事情 我怎么这么苦了 你看 爸爸妈妈不如人家的爸爸妈妈 我怎么好 一时的苦 你盯住它 你就会举步不前 你就会轮回受苦 所以你不能把苦盯住一个事情上 苦了就苦了 还有甜的事情啊 找一些甜的事情来不及忙 就像吃一桌子菜一样 你说吃个苦瓜 苦得不得了 你可以不要吃 你吃别的菜不可以的 但是有的人就说 这个苦瓜怎么这么苦的了 吃两口 怎么这么苦的了 就像很多人一样 吃个菜 哎呦怎么这么咸的了 过一会儿又吃 怎么这么咸的了 为什么 你老吃咸的 你当然是咸的 你老吃苦的 你就一直受苦 你老盯住你人生苦的事情 所以你就一直苦在里面 苦不出来 所以很多人一直苦 就是因为他没有知道苦是甜的因 因为你苦了 你才会找到甜的因 苦的人是不是想翻身啊 苦的人是不是想寻找甜的因啊 比方说你身体不好苦了吧 你说我看看病把病看好了 是不是就甜了 那么甜是苦的果 因为你甜了 你很快就要受苦了 不要开心的时候过头 这个就是师父讲 甜是苦的果 世间的苦啊 来自于我们心中的妄念 妄想 苦的人就是因为乱想啊 越想越苦啊 举个简单例子 你生一个病 生他哪个东西 开始还不苦 你过一会儿说 我明天去看病了 医生不知道会说我什么病了 说不定是癌症呢 苦得不得了呢 好 妄想妄念产生更多的苦 因为妄念和妄想 会去除你心中的清净性 你干净的心没有啦 你说你一个人从很脏的地方跑出来 垃圾这里跑出来 你心会干净啦 你把脑子都是刚才看到的那种垃圾 就算在污泥浊水里 学博人也要有勇气 培育出自己清净的莲花 这就叫路污泥而不染 你今天做垃圾工 你就一定要穿在那些垃圾呀啦 你今天做一个清洁的话 你就要生他不得很脏很臭啊 你今天在人间 你就必须要把自己弄得干净一点 干净的思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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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